五肺疫情去年底爆发 国务院今年初就开始研发疫苗 并且在七月初宣布 选定DNA疫苗作为后续疫苗开发的主轴 国务院昨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 DNA疫苗在仓属动物实验当中证实 肺脏病毒量降为原本的百分之一 表示疫苗具有良好的保护效果 国务院表示今年底将进入人体试验 最快明年底可以量产上市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 各国都积极进行疫苗开发 我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日前选定DNA疫苗 作为开发主轴 现在更发现从新冠病毒取得的 极蛋白基因抗体可以启动身体免疫反应 而且极蛋白所设计的DNA疫苗 可以有效对抗新冠病毒 国务院研究团队表示 动物实验发现没有接受DNA疫苗注射的仓属 感染新冠病毒后体重减轻活动力下降 肺脏也有很高的病毒量 但接受DNA疫苗的仓属 体重与活动力都没受影响 肺脏病毒量降为原本1% 两组的病毒量相差100倍 代表疫苗可以产生非常好的保护效果 国务院强调已经与国光生技旗下子公司 安特罗生物科技签署产学合作计划 希望加速疫苗研发进程 预计今年底进入人体临床第一期 明年第三季完成三期人体临床试验 顺利的话最快明年底可以量产上市 记者Lashmin 吴嘉宝 台报导